詞曲 李宗盛 議員 请问一下有没有长官要交黄色发言单的 谢谢 我们等一下这个QA的时候 前面十位提问的送 前面十位送这个 送我们今天的这个 回去要记得帮我一些 就是app就可以看了 现在是Q&A时间 首先请讲座回答相关问题后 再请大家举手发言 那发言的时候请先报您的机关名称及姓名 谢谢 提出来那个黄淑娟吗 这次先讲一下 对你先讲一下 我是行政院主纪总处的 中和国家处处长 那刚刚听了我们政务委员 在提到我们的一个虚拟世界这个部分 就是当然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实体世界里面 我们的所有的资讯的来源 都有一定的核准的程序 所以这个资料的来源 它的一个正确性 及时性跟可靠性 那个当然都没有问题 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虚拟世界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想到说 这资料的来源里面 一方面我们其实是跟所谓的这个 可能任何的这些的公民团体 或网络的团体 那这个资料的一个合作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 我们这个资料 其实对我政府部门来讲 从一个所谓的虚拟世界里面来的时候 这个中间的一个 所谓的核准程序这些 其实我们都看不到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说 这个资料对我政府部门 它其实不会误导我 而是它是确实是真实可用的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政府部门 我们如何建立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 这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联席会 我想看到想 也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 我看我再讲 因为坐下来都看不到 但看不到大家 事实上这个部分 会涉及到两个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各位大家应该都有参加那个Open Data 你们每个部会应该有 这个Open Data的那个 相关的计划的一些工作 那那个是我们开放 就是说政府里面会有 我们每天会有很多公文 那每个公文都有一个签核的程序 那一个公文签核的程序 或者说我们内部的开会 有一些讨论 那有一些资料 就是说 如果以我们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 会有一些可能对外有一些不能对外 那不能对外有一些意外 这是目前我们正在谈 正在谈说 哪一些部分 原则上是可以开放 除非有一些意外是不能开放的 那这个是我们对外 就是给出去的 那另外就是他们资料怎么进来 那资料进来这一块 其实我现在刚刚讲的那个V台湾那个部分 事实上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的资料是我们弄完以后 我们资料会放到那个外面的网站 那事实上我同时除了V台湾.tw 是由G01架设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在上面的资料 由我们贡献的部分 也有这个网 就是公民上来的意见 那我另外会还有一个是V台湾.org 那个是请资社会那边去架设的一个网站 那那个网站就会由我们来维护 那那个网站的资料呢 将来我就是会把 比如说我们那个讨论的过程 会有一些资料嘛 比如说我们做过的 请外面的这个单位做的 像科法研究的一些资料 国外的一些案例 我就会放在那个V台湾.org 就是资社会维护的那个网站 那他们在V台湾.tw呢 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说 可能是来一次检要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详细就可以连结 还可以连结到V台湾.org 那个就是由资社会帮我们架的 将来这个会是由我们政府的一个网站嘛 那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平台就是V台湾.tw 也就是由经营医所所负责在维护 跟负责在这个处理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基本上是民间的平台 所以这里面有我们放上去的资料 也有别人放上去 那这当然就没有你刚刚讲的 我们要负责的问题 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公开讨论的平台 你就把它当成我们有些资料对外发表的嘛 那别人拿我们资料要怎么去用 那个是在那个平台讨论嘛 那刚刚那个那个唐宾在讲的是说 他们收集所有的讨论完了以后呢 他们会会整嘛 会整完了以后再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跟经营那边的一个 一个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是 他们会整完给我们 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就是开始有两个部会 是就是当做测试的 就是经济部跟经管会就有一个窗口 所以他们意见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窗口七天回给他们 就是说他们有问哪些问题 我们七天回复说那个问题 这个我们的比如说资料说明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内部还要讨论 我们就回应说这个部分 我们内部还要在沟通协调 但是我们就是回应 这其实就像我们开那个 现在我们常常开工厅会 或什么座谈会 你只是现在变成在另外一个网路平台 去做这件事嘛 因为我们以前开工厅会 座谈会 你会邀请那些工协会 你会邀请专家学者 相对应人数少 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 公民的一个争取意见的争取 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好 谢谢 我们那个谁帮忙送一下 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 好 三位 我想澄清不是为了要拿到那个望远镜 纯粹是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 应该是人事集的能处 或者是哪一个委员会办这个 这么有创意的一个座谈 那但是我想 我刚才听完这样一个下午 我觉得我自己的定位 我能够体会说 对第一场这个宝博式的这个内容 是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新的愿景 或者是新 对 大概是跟我们个人生活有关 那另外是唐梦 唐梦的这个演讲里面 大概跟我们的工作会比较有关 所以我一再想说 在工作突破上面 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将来想要参加这个V台湾这样的议题 是业务单位自己提出来呢 还是怎样想要在我的议题里头 能够跟网均有一些对谈 然后让公民更多的一些参与 在我们的修法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推动上 可以让他更有公民性 更有讨论性 更周延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就是说 那对将来要办这样的活动 我就很好奇 很想问 像宝博士 今天像报告完 因为我们今天几乎是部会很多 然后这个像我们比较做社会科学的 可能宝博士这样的议题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哇 就是除了哇之外 大概只顺口上就期待说 哇 我们真的要赶快退休 让更年轻的一代赶快进来 才能够带领这样一个网络世界的来临 或者我们就认识是那个卡在那边的那个石头 类似这样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将来再办这样的一个 像宝博士这样的一个论坛的时候 是不是办的方式可以稍微科技一点 突破一点 不是就让各部会自己来报名 然后让这个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不够聚焦 然后甚至不对位 可能对宝博士来讲 他会觉得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来讲 然后对一群这个 只是停在跟民众对这个报告 或跟民众上课 而没有对那个将来在工作 推动上面有任何的一个协助 这是我在这个研讨会上面 如果办理方式上面 也许可以更像今天这样子这么创新 这么的一个精进 那一个回忆 然后一个回应 一个是请教 一下 不好意思 再稍微讲一下 这边没有什么网均 那个台湾上网人口 之前刚刚Jackie讲了 快要虚拟人口 Facebook账号数 都要超过总人数了 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好多个账号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到某个程度 不出几年 就是每一个人他只要有在用iPad 在用手机上网 它就是网路的一部分 并没有特别取得网不网均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一直要说虚拟世界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网路它不是 它不能看成一个工具 或者它不能够看成一个架构 或者不能看所有某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或者说它是世界的某个部分 但是它有自己的一套物理领域 那那套物理领域是城市所定义的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子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办公厅会 就不受实体办公厅会的限制 我们可以上来报告之后 大家回去看录影 像翻转教室那样子 大家看录影之后想到什么想法 可以再写上来 或自己录一段音放上来 或者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用把它关在同一个场合 然后固定好几个小时之内 一定要做出一個結論來 所以具體回應您的問題 就是V台灣這個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固定的架構 就是虛擬世界相關的法規調適案 所以V台灣-TW一開始 就是在這三大塊裡面 就九個還是十個這樣子的議題 去做充分的討論 算是一個先期的實驗 但是在我們之前 其實也有 國發會也有做過 不管是經貿國事會議也好 或者是全國能源會也好 或者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這一類的 就是透過網路溝通的方式 那我覺得每一次都在 把這條路往前再多走一點點 所以之後又一定還會再有別的 可能更適合特定部會的 或者因為我們 我們這裡要多講一句 就是說V台灣完全透過網路討論 是因為這是虛擬世界法規調適 它影響的是這虛擬世界工作的人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處理 所謂數位平等 或數位信用性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討論的政策 不是這樣子的政策的話 馬上就面臨到主要受到影響的人 其實不一定在網路上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說就是不但沒有代表性 可能甚至連那個Ratio都會算錯 那就是Sampling Bias會完全的被提高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也還在想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先挑一個 我們知道受影響的人都在網路上生活的 然後在網路上這樣做 試著做這樣一步 謝謝 我先 這個我先說明一下 其實今天這個課是因為 來源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不是有一個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嗎 這個行政那個專欄 我當找幾人 所以有九個部會 我們有十個議題在討論 那那個因為我們就是有一個跟院長的報告 就說哪一些每一個部會 涉及每個部會 大概哪一些部會要調整 要法令可能有涉及要修法的 那那個是一個滾動式的 就是先把先盤第一輪說哪些事要改 那那天報告完了以後就有這個 這個我印象中記得是宋復密就提了 他說這個部分他就建議說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師助長都要來聽 對 所以院長就才是說對 這個都要師助長來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推的過程 確實有碰到一些阻礙 所以院長就才是說要請這個師助長 所以其實這個會 這個會是比現在國發會 你們接下來馬上禮拜六要聽的那個會 這個會是之前的 因為是為了那個虛擬世界法規條式 推的時候有涉及到要大家一起來支持 才有辦法往下推 所以院長 那時候江院長的時候才是的 所以課程是這樣來的 那因為課程在設計的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我講光講那些法條 所以我就請了寶博士講一下 我們真正在看的 所以虛擬世界法規條式一直在說 我們往後看十年 世界會改變什麼 我們這個政策要改 所以才請他去讓大家對於未來有的認識 然後請這個唐博士 我們真的看到進步這麼 就是外面變化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很多事情我們做是來不及 所以需要跟社群合作 那這個合作的方式是用實力來告訴大家 可以這樣做 所以希望大家想一下 你現在手上碰的問題 哪些事情你自己做 是可能沒有說由外面來做更快 那這個到底怎麼合作 有實力 如果還有問題 可以請他們兩位去你們這個部會裡頭 再去講得更清楚一點 這個我可以當你們的經紀人 真的 好 我想要先講的是 萬萬不能退休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轉接點來講 其實各位的責任是 我覺得對我們的經紀人來講 各位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代要馬上接上去 其實還是很困難的 那整個體制要很瞬間的轉變 機制的轉變 其實反而比人的轉變 某種的時候還要更慢 所以我想萬萬不要退休 好 那而且一方面其實我是想說 我剛剛也一直在旁邊觀察 各位聽這一整堂課一層 從1點到6點鐘 那很高興看到幾乎所有人都還留著 然後那個睡眠率還滿低的 所以萬萬不可能退休 如果各位真的都提前離席的離席 睡眠的睡眠 那我想我心中就會想說 那趕快退休 但是看起來就真的很需要你們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雖然說我很明確也知道 我自己分享的東西是一個比較概括式的 就是說未來的長相 那因為我覺得在做這麼多個部會 每一個人所專長的地方不一樣 我相信其實我們現在在講的一些 未來科技或現代的科技 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也許有一些人覺得是他很難想像的 或沒有聽過或看過的 那就像您剛剛所說的嘛 這好像跟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 跟工作沒有關係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各位生活在哪裡啊 我們是生活在台灣嘛 我們很希望台灣是一個國家的角色的存在 那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無論我們都還是得跟國家的制度掛上關係 所以各位所正在參與的這一個 不管是制度的維護也好 或制度的改變也好 其實都還是靠所有的手 到底各位不管是真正未來推秀後 或是我們年輕人的新的工作的心態 其實都跟各位現在正在新手的這些業務 一定是有關係的 從各式 只是說我時間不夠長到去講完這個image之後 我還告訴你到底你會發生哪些問題 那或許那個是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討論 譬如說像您如果是社會科學的背景 其實我們在習近平大學 花了好幾個晚上在辯論的 就是當中產階級被迫退休之後 那這些人他的退休金 如果不夠他活再活30年 他到底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用一個mutual fund 來幫他們把錢投資到這些機器人或AI的公司 讓他們退休金是可以變多的 可是其他國家的人就會跟我們辯解說 他們認為人類是不可以不工作的 可是我們有一派的人就會覺得 人類如果每天喝Tadilla 然後就可以有錢 讓機器幫我們工作很好 那我覺得這個就某一個層面來看 這已經到了一個人類生活型態的辯論 或甚至是社會結構或國家結構的辯論 他會不會是一種 也不要講共產復辟 他會不會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 或whatever 那又講到我們剛剛講自動車 如果自動車車不是人開的 那車禍到底誰負責 到底是這些公司負責還是什麼 像我們剛剛講的Elon Musk 他說人工智慧會是一個災難 那他一邊講 他自己一邊在自己的新的 新出產的一個新版本的Tesla電動車裡面 放上自動駕駛功能 所以這件事情各位其實 幾乎任何 比如說像無人飛機好了 我們當時在跟有一個學員 他說他們國家有50萬個是退伍軍人 然後他們有一些這種PTSD 就是創傷後震後 這種群 我們正在討論是用無人飛機 把這個虛擬實境演進運到每一個家庭裡面 讓他們可以帶上去去做一些復健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非常非常多的未來科技 只是看你怎麼想而已 他有 也不要講有一天 有一天講好像很遠 他也許就下個月或明年 他馬上就會衝撞到你們各自所負責的一個 不管是部會或職務上 那我覺得只是我時間沒有很多 可以讓你們來一個一個的去討論 那最後很感謝您的建議 就是說所謂的創新式的辦理 我希望明年如果還有這個機會的話 或未來我們有這個機會的話 也許我們會有VR版的 不只是線上平面式的轉播 可能會有一個VR式的轉播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這位你們有去告 其實像舉個例子 比如說3D列印對不對 事實上像比如說內政部司工程會 是負責這個建築的話 今天3D列印就有那個 對 那我們大家溝通一下就會去思考一下 這個工程會跟我們3D列印也有關係 因為它有那個建築的部分 那像剛剛講無人飛機 對 無人飛機那個飛行器 對 請問無人飛行器會不會涉及到法令 會嗎 對 因為它飛來飛去 它可能會靠近高鐵的地方 可能會說不定飛到你的家的窗戶 我就看到你 我們這個部分我們馬上會處理 只是我現在還在想到底涉及哪幾個部位 然後這個東西到底要歸誰管 這個我們得想一下 但是這個就是新的法務部 現在每次都是這樣 找不到頭就 法務部 法律的東西找不到頭就是法務部 不過我想我們各個部位 所以大家可能在新的領域裡頭都可以去思考 可能原來沒想到的 說不定也還是跟您的部位 管的事情還是有關係啦 OK 好 剛剛好像還說了 那麼也這位服務 說實在我們那時候看太陽花 我覺得我們充滿國家充滿希望 我們那個年輕人怎麼聰明到翻轉世界 其實我覺得它讓我們看到年輕人的活力 但是第二個我要談一下 其實我覺得對我們政府 我們年紀大概做到今天都不會太年輕 這一段跟我們其實是有一段落差 我們都很願意上網路 但是我們都不習慣網路語言 我所謂的網路語言是說 我們現在對事情的回應方式 跟網路上的回應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別人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gap 是在我在網路上怎麼跟這一些 過去跟我不是一樣的 因為他的生活經驗會跟我們過去接觸的人 是不一樣 所以他的回應跟反應是不一樣的 他怎麼樣進入這樣子的世界 用共同的語言表達一件事情 來共同討論 其實這個對我們在要進入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那他再來還有一點 其實如果好像我們今天在今天 如果像是有一兩個經驗 有一個模擬邪境 讓我們在網路上去對函被罵 然後我們怎麼罵回去 然後共同討論一件事 就是不管是 因為其實說實在我上看網路 就是罵來罵去罵出最後一個結論 但是我不太會罵 我們不知道怎樣在這樣子的敘述裡面 能夠去說服對方 然後在這裡面形成討論分為 然後在這裡面能夠共同結論 所以常常我們在弄 我們就被殺死了 然後就是另外就 我們常常覺得有理在網路說不清 所以怎麼樣有一個模擬的實境 讓我們學習進入這樣子的 也是對我們來說 有的時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它的確是讓我們進去裡面很重要 如果有一個模擬實境 小小的case 但是有一個模擬的一群人在網路上 不見得全部要操作 然後我也覺得這麼created 這樣子坐得上 應該跟我們沙發坐這樣 全部坐在那邊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樣那個情境 我們現在是談新的東西 但是用最無浪上課方式 如果有更created 伯伯就也很好啦 我很快速的回應一下 首先非常歡迎加入V台灣的鄉民工作組 因為我們對於來提案的主責部會 他在做上次回應的時候必須要說 他是那個部會的毛毛毛 是代表機關發言 但是我並沒有禁止各位用個人身分 甚至是匿名的或伴匿名的方法 來參與討論 所以就是說那是一個相對比較有趣的 只是因為事實上在上面 不只是像我們群眾募資案 當然就是國內經營群眾募資的人 實際就會來討論 可是也有很多其實是政府的官員 他對這件事情有意見 可是因為不是他的主責部會該管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發言 那這個時候他就註冊了一個帳號 然後也變成了網軍 然後就來上面進行討論 那因為我們有版主會維持一個 最基本理性的討論文化 所以至少不會太慘 但是就是那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取一個畫面 反正每個人可以有好幾個畫面 然後用你的臉書帳號或什麼帳號 真的跟入V台灣 然後來討論一下說 不管是閉鎖型公司 或者群眾募資或任何 甚至就是你有一點點興趣 但是不太了解 那很好 因為鄉民都是這樣 的情況下來練習討論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 那因為是在線上討論 所以當然可以在沙發上面 然後真的參與工作組聚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到很舒服的場地 大概就這樣 這個部分 場地的部分 就我們人事總處處理 因為我其實當時要辦的時候 我是有提 場地可不可以不要站台 可不可以 下次 下一次辦的時候 麻煩人事總處想一下 我們可以有怎麼樣 Creative一點的這個方式 但是坦白講三百個人 他們也是很頭痛 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一方面也怕 太那個以後會不會也把大家 因為這種方式開會好像 大家比較習慣一點不亂 所以我們是想說慢慢來 所以今天我們試著什麼 試著來的時候 你們看音樂放得比較大聲一點 平常政府辦不會音樂放那麼大聲 然後我們試著想辦法去拿這個 就是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對不對 我們 我想我們可以慢慢 大家有什麼想法提供 寫下來我們可能可以做 但是有一點我是覺得 我想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說我覺得不要把網路變成是一個 它是個工具 我想要說什麼 我要用這個工具 所以你就想說不會用那個工具 我就不要用這樣的 就是你並不是想要用一個工具 來做你想要做的事 我一直想要跟各位分析跟分享的事情是說 在網路是另外一個世界 坦白說現在我們都用Line 對不對 Line來Line去的 然後Facebook一堆 現在其實坦白說 大部分的人都很少問我 很少 現在很少人要我加電話嗎 沒錯吧 對吧 都是要我的這個 要我的這個Facebook或Email或Line 加來了就我們加一下Line 對不對 這個沒多久的事嘛 所以就是一年的事情就變成這個 大家已經開始就是在網路 就是智慧型手機出來以後 已經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把它當成 這個是已經是存在的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就是進去 事實上大家已經在用了 大家已經在用了 那你說裡頭會有不同意見 坦白說實體世界 父母跟小孩不同意見的也很多 對不對 所以那裡有不同意見 其實也不用太在意說 不同意見一定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目前試著是說 要讓社群了解 要讓網路的社群了解 政府機關有一些地方是 不是社群運作的方式啦 那我把它形容說這個就是 就像電腦的語言一樣 就兩個不同語言 中間需要轉譯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是徵求這個社群裡面 有一些轉譯的人 怎麼樣把這個社群的意見轉譯成 我們大家就是在政府機制裡 比較可以去推的 同時我們也要越多 這個政府裡面也要越多人 可以有辦法去面對 不是每一個人 可是我們要 為什麼我這一次都是每一個部會 情有一個窗口 我們希望這個窗口可以扮演那個轉譯者 就是那邊意見進來跟我們這邊出去 中間我們需要有轉譯 讓兩邊不同文化的東西可以溝通 那其實這也是為什麼我的辦公室 我找來通理Q的原因 那就是我就是希望有一些東西 我可以提早先了解 就是說哪些東西可能要怎麼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把意見 放到這個社群裡頭來討論 所以我給各位經驗 可各位的分享就是說我的做法是 我就是有一個網路很熟悉的 這個年輕的朋友 那基本上在我們辦公室裡面 所以因為我在推這個虛擬事業的東西 我是需要更經常性的 需要跟他們溝通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個團隊裡面 我就有這樣的一個人 可以協助我們在溝通上跟他 那提到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剛剛已經講了學歷問題 我還是要跟人事總部講說 拜託學歷部分鬆綁一下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用到這麼優秀 然後沒有只有小學畢業的 小學異業的人也可以來跟我們一起工作 那這個部分是需要在人事過節上面 有點彈性的調整 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我自己也都是一個草民 就是在這幾年這樣子看著網路跟社會的變化 其實在有一段時間政府好像有點跟網友們溝通不良 我們也不會講網軍 我們都講網軍 這樣比較可愛一點 就講網軍 我也覺得說其實好像溝通上比較不太順暢 那我後來去研究一下 我發現其實美國政府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們出了一個 我沒記錯的話 160頁的 就是如何與人民溝通 然後它裡面連動詞 名詞 語彙 介系詞 都告訴你問題 大概不用 不過目前我們台灣還沒有 也許可能可以通過萌點支什麼 沒有啦 那另外一方面是其實我也很長期希望能夠在公務單位裡面宿力推廣一個概念叫公務青年 就是其實我很多朋友去公務單位之後 因為他們比較年輕 比較沒有資歷 會被派去做一件事情叫做回復首長信箱 那回復久了以後呢 他們的語言呢 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像那個絕種言語這樣 就會突然間被同化 然後他們就會變得非常會寫官方語言 那我不知道真實實情比例是這樣有多少 但我相信也許有部分的比例的公務青年是在這樣一個 不要講淘汰過程 進化的過程當中演化了這樣 那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以各位的這個level 我相信是某種程度是 如果能夠挖掘出一部分的公務青年 我相信這件事情會變得更有效 因為我們剛剛想嘛 我們要用到crowd 我們要用眾 不要說眾人的力量都只有民間可以用 各位也可以用嘛 一二四八這樣的打仗 我們民間可以遍地開花 為什麼政府單位不行 那另外一個是我提兩個 兩件事情一個是 我們其實在戲谷的時候 也發現我們華人在溝通上比較缺乏幽默感 那怎麼樣是一個比較好的幽默 不管是就人民跟人民 政府對人民或人民對政府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一個比較年輕的民主化社會 本來就要面臨到的挑戰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我覺得剛剛這個形勢的問題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那個政委 我們一開始有討論過這個形勢 或許這個 我們哪一天可以辦一個比較有趣 譬如說singularity的這種形式 for government 說不定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launch room 我們上完課的時候 我們會真的坐在沙發上面 很輕鬆的聊天 去聊說我們這樣的感覺是什麼 那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是 真的都很希望 能夠大家可以去應付 我覺得未來這一件事情一定會越來越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哪一位 好 還有沒有哪一位 好 還有哪一位 好 那因為我們工作是外交嘛 所以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行銷臺灣 像剛才政委也提到的 我們在實體產業上面 我們在LED 在Laptop 在全球都是領先的一位 那我們的國際的競爭力 也是在全世界的地方 你根據洛商學院的排名 那這些數字呢 文化教育員每個人都會懂 但是我很想知道 那剛才這位講座還有在我們所描述的 我們的在虛擬世界 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亮點會在哪裡 尤其我今天看到這兩位這麼年輕的講座 有這麼高的成就 讓我覺得對我們的新一代的年輕的朋友 有更多的信心 他們不是 就是 不是 在我們肩上也是潮民族 我覺得不是 他們有更強的任性 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有活力 那所以 站在行銷臺灣上面 我很想知道我們的產業 從這美金的朋友 還有政委員在政務上面的高度 我們的產業的亮點在哪裡 那麼 未來我們怎麼看 我們在這個產業上面的能力 那就像那個寶哥剛 那個寶獎 寶哥寶博le 寶博le 寶博le 剛才有嘻到 指數型的科技 你提到的是每一點 我好像都在我們行政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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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燼計畫上都有看到 但是我不知道很多的工作就是這樣 預算就是這麼一個餅 我們只能把它做大 只要慢慢的分配的話 其實資源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真正的亮點在哪裡 我想從業界可能更能夠了解 那第二個小小的問題也是剛才回應這個 寶珀有提到這個部長信箱 其實我們曾經也想過說 其實這反而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們也曾經想過要用Facebook來回應 因為覺得這樣可能會更遠心化 但是後來會發現說 你要去找版主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們就也就是還是回信到這個層層奉合 然後再回歸到這個提問者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呢 我們是有做一些小小的改變 像我們有一些很多的急難救助 我們有很多的北包客到澳洲去 那像我們在選的辦事處 他就成立了一個Facebook 讓大家呢 讓所有的北包客 都可以在上面交流資訊 知道當地的一些法律規定 然後協助大家經驗的分享 那也是非常的成功 那麼我想我們政府部門呢 還有很多的機會可以發展這個空間 那麼我相信我們所有部門都會再努力學習這樣 謝謝 謝謝 就是選擬的那個其實我知道耶 那就是做得很棒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剛剛提到一個 就是說政府把自己看成資源分配的分配者的話 那真的永遠都不夠 就是你知道實踐是都很重要 可是不可能都易住 而且即使易住某一個特定的 除了其他覺得可能受冷落之外 說不定就是愛知細節也愛知 然後就使得說 民間沒有辦法自己長出一個經濟系統來 那當然這些各位都給我懂 但我的意思說 從民間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把空間做出來 像剛剛那個北包客討論的空間 你並不一定需要 真的有人去調查北包客啊 或者去做任何問卷啊 或做任何其他東西 你就把一個空間放在那裡 然後就是有一個溝通學者叫做馬克魯漢 他很喜歡用電燈泡當作比喻 他說有燈泡之前 大家晚上沒有辦法討論事情 可是你燈泡點在那邊 燈泡本身它不是一個訊息 可是大家就知道可以繞著它 就可以交換訊息 然後他用這個來衍生出 就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就是你有一個能夠討論的空間 那就會有來討論的人 那所以那個一太宗師裡面不是說 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嗎 那我覺得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就是從一個創造空間 然後讓人能夠來找到彼此 然後分享的角度 不管是說像我們是用半黑客松 但是應該有很多很多別的做法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有一個資源會分配 分配會用完的想法 那這樣子的想法其實就是剛剛 包括是所說的abundance 就是分享式的經濟的想法 那這是我有一點想要分享的 那用這種方式來回應 我想網友是絕對不可能 覺得說有任何問題的 因為並沒有 就是既沒有寡的問題 也沒有不均的問題這樣子 謝謝 謝謝這個問題 我覺得身為一個草莓族的族長 我覺得很擔心 我70年次 所以還勉強算得上是族長 那我覺得關於到底產業亮點在哪裡 我覺得我回答絕對不會是正偉跟唐鳳好 那我想我整體來講 我非常認同唐鳳剛剛的回答 就是說政府說真的不太可能每一個都做 這是不可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不可能把一隻手伸到底去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以前的概念 或是人民的希望 好像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如果要推一個什麼兩兆雙金 或是要推一個什麼 政府好像就是要從一做到十 就把它做滿了 可是我覺得這基本上在這個世代是不可能的 所以怎麼樣去 就是說我現在要打亮這個空間 我要讓這個空間的氣氛好 其實有可能不只是擺桌子 不可能是請人 不只是請人來 事實上最重要很可能就是點在冷凍 所以怎麼樣是分段處理 或者是說怎麼樣起一個好的頭 開一個好夠大的空間 而不要讓政府單位的體制本身 變成是讓民間很多的能量 其實每一個產業很可能都有很多的能量 那不管山地電影也好 無人載序也好 其實台灣在民間是非常多能量的 怎麼樣找到對的地方狀態能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我感覺是重要的 那到底最後那個量點會是什麼 那個量點自己就會跑出來 那我覺得是 現在的感覺就是 我們沒有必要 真的是說我們馬上就要決定說 我們十大未來產業我們就選兩個 那當然這是也許是更上層的人再來決定 那我覺得也許各位可以都試試看 我覺得不一定台灣亮點在哪裡 所以也許台灣亮點不竟然在實體世界 也有一個亮點在虛擬世界 或許我們虛擬世界的數位文化 數位的內容或之類的這個 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再回過頭來就講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首想信箱 就是我內心都會偷偷期望說 在我就是這幾年都希望能夠看到 不管是哪一方面或哪一個層級的人 能夠想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 事實上首想信箱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那個流程結構 而是沒有開放 也就是就我所知啊 就是那個張伯伯問的問題 其實那個陳媽媽是看不到的 陳媽媽也不會看到張伯伯收到的回信 問題其實在這裡 事實上真的回過信的人都知道 很多重複的問題 然後你光是在那個複製貼上 然後再修把王伯伯改成陳媽媽 然後再把要給男生講的話 改成要給女生講的話 然後把年齡不同年齡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課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開放 就是怎麼樣讓 首想信箱的這些問題跟答案 是可以被查詢得到 被index得到 讓十個媽媽跟王阿姨要問的問題 她早就知道 原來其實已經被回答過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網路這十年 早就有人想出很棒的解決方法 我想如果那個唐鳳上一堂課 大概可以講150分鐘關於 那國外有一個很棒的網站 就是你想要問問題的時候 她為了解決重複的問題 她有很多很棒的演算法 還有使用者介面的機制 你可能正在 王娃娃可能正在打就是什麼 什麼什麼隔壁什麼 或者是什麼 飛航安全什麼東西 她可能才打一個飛 她可能就很多問題都已經跑出來 她可以知道說 其實也許誰誰誰 你可以不要顯示是權力嘛 就是說也許王圈圈已經問過一樣的問題 她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那我覺得就是所謂開放 其實是可以很有效率的去解決很多所謂的重複性 那我覺得現在的 就這個政府跟民眾溝通的這部分 我覺得效能還沒有最佳化 那或許還有機會透過網路 或者是虛擬的平台來解決這個問題 剛剛提到這個就是 政府在我們政策上 到底是怎麼樣來行銷台灣 那我想實體的這一塊 製造業這一塊 其實過去我們都做得不錯 所以目前也還有一些 一些在推動的這個 我們就不談製造業 因為製造業我想 全世界都知道台灣製造業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現在講說 非製造業這一塊 就是虛擬的這一塊 政府現在推的 像創新創意 創新創業匯報 或者是網路政策排比書等等的 其實這個都是在講這一塊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形容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看到下一代的這個產業呢 其實是很活潑的 跟我們上一代的那個大量生產大工 那個可能形態不太一樣 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創意 很多很多的這個新創公司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希望台灣變成創業家的最好的選擇 the best choice 創業家 你要創業選台灣 你在台灣你可以找到很好的人 因為現在台灣現在很多人被挖 被挖獎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公司把鬆綁 就是我希望你創業考慮台灣嗎 那另外就是台灣 第一個我們可以找到很好的人才 第二個如果你有一個發想 像在美國Kexter 他提案過了以後 他很多東西交不出來 所以後續的這個 台灣有很好的製造業的這個理念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少量多樣的客製化的一個生產的一個體系 這個也目前也正在談 就是我們希望說 有一個朋友的創意 然後你得到這個群眾的給你錢了以後 那我要把它做出來 台灣也會是一個你考慮的點 所以你有人 你有一個過去的一個生產的製造的這個經驗 同時我們又跟大陸那麼大的市場也很接近 跟東南亞的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大家已經在看東南亞這一塊了 然後另外就台灣來講 我們現在在推數位生活嘛 什麼智慧城市等等的 其實我們剛剛在鬆綁醫療或教育或者是遠距工作 基本上它叫數位生活 以台灣這個2300萬人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測試 數位生活的一個試驗的一個 一個場域的 因為我們我們有很好的大家的教育水 就是教育水準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的IT的用的人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讓我們變成一個數位生活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測試的一個 你以為是一個business model maybe你在台灣是一個很好的trial的一個點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要讓台灣的年輕人 讓全世界知道 如果你要創業 台灣是你的best choice 我們有多少東西要調整 我們的公司法 我們的稅 我們的這個金融工具要夠 這個金融工具 我們為什麼要引進很多的網路金融的東西 基本上你設了公司以後 你就有錢要去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工具都要有 環境都要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新的方向 可以再補充一小句 這叫補刀嗎 就是如果幫推 就是說 我覺得剛剛這一招非常好 就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創業過了兩次 那其實過程中知道 其實我年輕人很想創業 人量很強 但是沒有足夠的經驗傳承 就是說沒有足夠的訊息在這個圈子裡流動 那如果能夠透過吸引國外的 或者這個國家附近周邊的鄰近國家的人 難夠來台灣 就算我被他聘請 我本來要創業的 我決定我先當他的僱員 我當他的偷幫者 或我當他的也許管理者 或者是我甚至幫他寫程式 我幫他工作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可以從他身上偷到一些 鄰近國家或者是矽谷 他們比較成熟的創業經驗 的創業家精神 或者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對整個台灣來講是大賺 那我覺得這一招是 因為說真的我們要馬上去讓青年 在五到十年內 可以擁有足夠的創業家精神 跟原創能力 說真的教育啊 或什麼都有點來不及 那反而是失疑長期以置疑 以前我們是學洋人的這個大槍大炮 那我們現在要學的其實是 start up 跟創新創業的精神 那也一樣嘛 當年我們是拿人家的槍 拿人家的船來 那我們現在是要拿人家的人來 那我相信其實以我們的青年的彈性跟成長力 其實如果這一招更能夠成的話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有機會 所以我現在有什麼創業家 我們現在創業家的簽證啊 等等都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剛好創造會報要負責這個 要建立一個友善創業的環境 所以等我來找你們的時候 你們就想一下 怎麼樣讓我們的環境更友善一點 讓創業 台灣的創 全球的創業家 當他想創業的時候 台灣會是你的 the first choice 主持人 蔡家瑋 兩位講座 各位修官 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難得 聽到三位講座 沒有那麼簡單的原因 讓平常忙於公理 很難瞭解到虛擬世界的問題 我來見諾過一點很多 那我想有兩個問題請教 第一個問題 這個 彭鳳講說 剛才提到太陽花的事件 我特別注意 從318 319 就直接跳到326 我要請教323 那一天的滑起跟動作是如何 第二點 這個虛擬世界 網際網路的問題 從去年開始的空洞發展 一般社會感受到 好像跟政府公共是一種對 但今天所看到 所瞭解的 應該是協助政府 跟人民的非常重要的交通交易 然後我想能不能更具體的 能不能協助各部會 哪一些部會的業務 可以跟這些業務聯繫 對於政府的運作更合行 對國家人民更有幫助 我想這兩點是一個問題 謝謝 本來那個圖影片裡面每一天都有一張 因為時間關係有跳過一些 323那一天那一張是整個黑色的 323對大家當然都是一個trauma 是一個創傷的紀律 我自己記得的是在323那一天 我們線上共筆的那個試算表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被攻擊 然後就斷線了 然後我們的共筆的系統也被攻擊也斷線 我們到現在都還是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那所以 對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然後又有朋友就是直接跑去行動員 那我們當時因為GNB一直是在做直播 所以就是馬上就有人帶了iPad 然後我們就緊急募集了 好像六個還是七個行動電源 就是給他扛在身上然後衝過去 那我們直播當然是不會特別調角度的 所以就是包含甚至有人砸破床子 或者是有人做任何事情 那個鏡頭是不會躲的 就是看到什麼就是什麼這樣子 那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有我們直播的朋友去的那一側 在網路上面看起來好像還好啊 警察卻也還滿和平啊之類啊 可是沒有直播的那一側 劇作很慘 那這個就很有趣 所以 對 所以就是說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要減少衝突 減少誤會 無論如何你需要有一個witness 就是有人在那邊看著這樣子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全場直播的原因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具體的協助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我們就是說 實際的各部會想要推動政務的時候 G0B其實我們有一個想法叫做待用政府 這個叫什麼 待用咖啡嗎 或者什麼待用晚餐 待用午餐 就是說 教育部我們覺得他的網站哪裡做得不好 字典做得不好 我們做一個比較好的方向那邊 然後我們拋棄補作群 然後我們說教育部下一年要換廠商的時候 要不要就是講一下 直接從這邊開始嘛 你就不用從頭發報了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這是一個我們運作的習慣 就是說我們看到什麼東西路見不平的時候 就是一個坑 就是把它填起來 然後填起來之後 如果覺得這樣子做實還不錯 那這樣政府就直接拿去用 那如果需要有人經常性的做維護 那當然我們再來前維護的契約 或怎麼樣 那但是做這件事情本身是大家就是 我們說發願吧 要做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回應 然後這邊有一個相關的 是有一個發言單是教育部的處長 對 教育處長 是 謝謝 他是說是否有可能藉由參與的社群網站 針對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以客觀評價以及留憂太累 提升國家施政效率 那最近剛好有一個坑 非常歡迎加入 那個只要去搜尋請找立委投票指南 就會看到這個坑 那目前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加入 就是不管他的問證 他的出席率 他接受了哪些人的獻金 他的獻金花到哪裡去 然後所有的每一個會期 他提出主要是哪些人 附帶是哪些人 他提案的內容 他的三讀通過的機率 他在黨團協商有幾次到場幾次沒到 所有這些資料都是 就是立法院網站有的 在立委投票指南 我們就會把它放進去 那所以就是非常需要專業的人 來幫忙提供建議這樣子 所以就是麻煩找一下立委投票指南 謝謝 謝謝 剛剛提到就是說每個部會的部分 我是建議是說今天先是一個 就是一個大家先溝通一下 瞭解這個情況 那每個部會如果你針對想要瞭解一下 GNV這邊可以怎麼合作 或是有一些具體的事情 那可以再請他們 再到你們各個部會上 再去做進一步的溝通 但是總而言之 我覺得也許過去的經驗比不好 但是其實大家也許在未來先不用去想一定是對立 因為我覺得國家是自己的 然後我也一直在跟社群的朋友溝通 我是覺得社會的問題 政府可能不是一個唯一的解決的一兆 我們可能越來越需要跟社群跟公民一起來面對這些問題 好 那早一點讓公民參與的話 政策本身就是及早的透明跟及早的公開 那讓大家一起來推動 如果社群確實有很多意見 可能以前只是你沒去看 他罵還是照罵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早一點去溝通 早一點知道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那將來就是政策在推動的過程上 也許等到我們大家有共識的時候 再來推的時候 連相關的法案跟相關的政策 應該會得到更多的人支持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兩位講師 這個我們在熱烈 謝謝三位講座今天的演講及精闢的解答 相信大家獲益良多 請各位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三位講座 同時也要謝謝各位 贊助各位的參與 今天活動到此結束 請將橘色問卷投入簽到處 問卷回收箱 另外我們有為大家準備便當 請致報到處領取 謝謝你